在1988年7月3日,一架伊朗航班655的空中巴士A300 在途中由Turant飛去杜拜的其中 被巡洋艦射出的地對空火箭擊毀 機上總共有290人,全部離難,包括66個小孩和16個飛行員 這次事件發生在伊朗的領空上 因由美國巡洋艦說,他見到一架F-14戰鬥機向他撫衝,想炸他 其實當時的飛機是正在上升的 而在其他附近的其他美國的艦隊都認不出這是一個民航的飛機 但是指揮官不承認錯誤,認為這是一個F-14 他想企圖俯衝炸他的軍機 事後在1996年,終於美國在國際法庭上輸了 美國就賠了6,180萬美元的賠款給家屬 平均每個家屬都得到21萬左右的賠償 這件事也證明另一件事,就是美國在世界各地 軍事人員很多時沒有顧及鄰近地方 因為剛剛軍事演習完之後,以為有人會襲擊他 所以就在未曾完全知識飛機的情況下 就向飛機發射了兩枚地對空飛彈 導致幾乎300人的喪命 這就是美國在世界大戰後做的一些好事